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着我度过漫漫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能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常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精神的字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怎么了 怎么样了 我看这事啊 咱们以后还是别管 你是不是跟宋海峰起冲突了 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让你跑这么一趟 是很为难你的 可是毕竟是一家人嘛 这三百万又不是个小数目 算了吧 你把别人当一家人 人家还不见得算咱们是一家人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家人 即便是我们不顾去大哥大嫂那边 也要想想爸爸吧 如果他们真的失败了的话 那爸爸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装一大嫂了 没有 就是跟宋海峰打了一架 你们打架了 那你受没受伤啊 我看看 没事 小夕啊 这件事咱们已经尽力了 该说的该做的一样没了 够对得起自己良心了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那三百万 还是要给宋海峰投资啊 他们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咱们怎么管啊 我不是要自扫门前许的 主要是新公司才刚成立 很多事还没上轨道 我实在是分身法术 我实在是没有精力 也没有时间再管他们了 对不起啊 建红 多数我不好 要不是我以前的银行 我刚刚呆过 我知道 这里面有多少风险 你就不会这么为难了 你干吗跟我说对不起啊 你这一心一意的 还不都是为了我们沈家吗 你怎么又来了 晓楠 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我跟你们爸爸说 晓楠 我真的希望咱们俩 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让我进去可以吗 我不想让你的邻居看小火 好 小楠 孩子的事情 对不起 我真的很对不起 请你相信我 你跟我说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 那只是你的借口 我真的没有相信你怀孕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情急之下 推的你那一把 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这些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我只能希望 你接受我的道歉 道歉有用吗 道歉可以让孩子活过来吗 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 多么丧尽天良的事 让我原谅你可以 你马上离开雷雷 把实话告诉雷晴天 能做到 小楠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你有必要委屈自己 嫁给雷晴天吗 她比你大十几二十几岁啊 没有积极 没有浪漫 更没有你向往的 轰轰烈烈的爱情 就算是结婚 我也能预想到 你们的婚姻就像一杯 平淡无奇的白开水一样 小楠 没有必要为了报复我 让自己傻到这种地步 好不好 想想你自己的未来行吗 小楠 你还真是幼稚的可笑 她温柔体贴 成熟稳重 不会让我收拾乱滩子 不会让我翻心 更不会让我去酒店 替她买单 扛一个赖醉如泥的丈夫回家 我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比这更好的男人了 你觉得你幸福吗 你懂得幸福吗 所以你很享受 现在的生活状态了 没错 这一切都要感谢你 如果没有尝过烈酒 不知道酒后伤身的 难受滋味 又怎么可以对比出 陈年甘醇 活有无穷的穷姜呢 说句实话 你就是那低质量的酒 而晴天 就是陈年的甘醇 越沉越小 杨先生 你走吧 时间不早了 是 小楠 你根本就不爱雷青天 你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报复 你好残忍啊 何小楠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会伤害到很多无辜的人 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从来不知道你这么残忍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变成这样 还多亏了你 小楠 我知道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我求你原谅我 这一辈子我没有办法向你赎罪 我下一辈子再向你赎罪行吗 我等不到下辈子了 我现在就让你付出代价 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 赔了我的名 我埋了一个世界 却换来灰烬 你的决情出卖我的爱情 我也不知道咱俩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明白之前你对我的付出 我明白之前你对我的付出 但现在的我 有不得已的我 如果时光能倒流 我宁愿回到最初 我宁愿回到最初 回到那个没有压力的最初 曾经的我是如此地放不下 但你给的答案 却那么冷酷无浅 和你在一起 和我走得如此地艰辛 所以就算一切可以从头 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胸膛的温馨 怎么搞的 最近老搞失踪 我的爱情 赔了我的命 我埋了一个世界 却回来回忆 你的决情出卖我的爱情 所有爱情 好梦里下自清醒 感情深的闹钟 安理下周 喂俊杰 喂 你怎么搞的呀 我今天都给你打了七八个电话了 你回我一个电话有那么难吗 对不起 我刚才下车办点事 手机搁车上好了 你怎么啦 怎么声音听起来这么没精打采的 没什么 那你刚才到底干吗去了 喂 你找我有事吗 哦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我想早点把我爸结婚场地给定下来 我也看了几家饭店了 所以明天想让你帮我去提提意见 要是觉得合适的话 咱们俩也可以参考参考啊 对不起 我明天公司有事了 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没法陪你去 那要不后天呢 我好累 先挂了 拜拜 俊杰 俊 怎么回事又这样 怎么回事又这样 您拨的号码无回应 转接运气箱 搞什么 怎么办啊 其实你还很年轻 没必要这么几个结婚的 你了解他多少 烦死了 苏夫人 沈夫人 欢迎下次光临 不好意思啊 又让你破匪了 您太见外了 要不是您在苏董那儿替我美言 我哪有机会跟着呀 苏夫人 到时候赚了大钱 除了做四帕 您看看您还想要点什么 再说吧 对了 这炒房和炒股不同 您可得有点耐心哦 有有有 我是很有耐心的 不过还要等多长时间呀 这投资的事情 一直是海风在处理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我就随便问问 这样 您要是还有顾虑的话 您可以再问问海风 不不不 跟着苏总投资 我哪还有什么顾虑啊 苏夫人 我替您打车 好 不过说要去干展览吗 那女人是谁呀 不知道哪儿认识的有情人 什么正宏的事 至于把女孩扔着不管吗 还敢跟我撒谎 该不会为了投资吧 她还不死钱 再见 再见 花了那么多心思投资 什么时候才能回本啊 要是真背着我搞什么投资 我估计她也不敢记在账上 得看存折才能看出个所有人来 来 累死我了 建民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呀 我今天到那个展厅局看才知道 原来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加盟商了 怎么算着 有好几百上千家了呢 咱们沈家猪蹄以后 要是想扩大经营的话 也得去那个展厅啊做个摊位 走了几个小时的路 累坏了吧 可不是了嘛 不过没关系 长长见识嘛 你怎么还骗我呀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依妃的事你就放心吧 我都把它交给保姆阿姨了 会带她去打预防针的 不关依妃的事 把保险这样的钥匙给我 给我 干嘛呀 只要你给我就给我呀 你不会亲眼啊 疼死人啊 你不会亲眼啊 怎么突然想到查我站了呢 怎么少了一百万 你拿一百万干嘛去了 少了一百万啊 我 你是不是搞投资去了 你老实说 是不是搞那些乱七八糟投资去了 什么叫乱七八糟投资啊 我是正经投资 会赚回来的 我问你 刚才那女人是谁 和你在一起的女人 谁 苏海峰太太 行啊你 你还是把我的话 当成耳旁风是吧 你真以为这个家里做主啊 你说了算呀 你不把我的话放在心里 不把我这个老公当成老公 我不说你什么 那你自己说的话 你不能当成放屁吧 谁说话是放屁啊 你说话文明点啊 文明个屁啊文明 今天可得好 要不是老天有眼 我 让我在什么死吧门口 撞见你和那个女人 谈笑风生 我被你卖了我都不知道我 真见鬼 就那么不凑强 那么几分钟也被她撞见了 说话呀 这话都让你说完了 我还说什么呀 你老实给我交代 那一百万 你搞什么投资去了 好好好 我交代我交代 我把那钱给苏海峰了 你不是不让我炒补吗 那我就炒房地产呗 这 你拿一百万给苏海峰炒房子呢 行了 你放心吧 我跟他是签了合同的 是你不让我抄股票的 那我只能筹房子 那我说苏海峰这个人不靠服 你怎么就不信呢 我赚钱 他人靠不靠服 关我什么事啊 苏总跟我说了 那个房子旁边马上要建什么 会展中心 还有超市娱乐场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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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干飞机场都跟我没关系 我再说一遍 找苏海峰把一万万要回来 都已经投资了 怎么要得回来啊 你 你退股啊你 那钱扔到水里还能捞起来呢 投资了钱就不能拿回来了 要是你去 我才不吃包撑着呢 你得我说一遍 你得说一遍你 怎么了 又怎么了你们 你看看 你看看那个脸红脖子粗的 什么事非得吵成这个样 没事爸 没事 我在厨房都听见你们俩 扯了喉咙鼻嗓子 还没事 那两口子吵架不很正常吗 那谁吵架声音小啊 再说了 这两口子吵架 你也没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吧 那不是我爱说你们啊 你们夫妻俩要沟通要吵架 回家里去解决嘛 店里要做生意啊 那外头客人进进出出的 一进门就听你们俩大声嚷嚷 这像话嘛 昨天接了个电话 不知道你家加盟店主题不够慢了 你赶快看看 赶紧给人家送去吧 行了 我知道了 我不拆出来你给他留面子 我那一把万又不是爸的 你告诉他呀 也不关他的事 那不是爸的是我的呀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啰嗦了 我再说最后一遍 找苏海峰把钱给我要回来 你自己需要呀 你动包干嘛 不是 你再说一遍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自己缺了 你动包干嘛 打电话 打电话给苏海峰 把他约出来 我自己谈 你打呀 我让你打呀 快点 你去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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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干嘛 好 正希 明天要拍照 早点睡吧 睡饱了 照起来有精神 也不就漂亮啊 就我们两个人照吗 雷雷一块来嘛 她说要给咱们家留下一张 最美好的纪念 琳斯 如果你没有考虑清楚的话 那我就叫雷雷取笑好了 反正你 不用考虑我 没事的 早晚都得照 我只是觉得太过劳师动众了 不会 雷雷告诉我 她说只要咱们人去就行了 行头那儿都有准备好了 那您早点回去休息吧 晚上别喝太多水 拍照怕水肿 小南 小南 真的是小南 您早点休息 早点睡 她就是雷青天 小南跟雷青天 早点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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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请我再说 看来我是白操心了 我心想你一个人在外头 没人照应 又那么久没回家 就大老远地拎了锅鸡汤 来给你补一补 你需要我替你补吗 我看你在外头 给人照顾得挺不错的 我跟你爸这么信任你 你怎么能这么做啊小楠 妈 对不起 事情的发展 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所以俊贤一点都没诬赖你 你是为了报复才去雷氏打工 为了报复接近雷家妇女 为了报复让雷擎天 不知不觉地对你动了真情 是 我承认 去他公司 我是为了弃杨俊贤 可是我没有想到 雷擎天居然会喜欢上我 我给你爸当初苦口颇心 确定早点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就是为了防范于魏然 担心你见了俊贤会方寸大乱 为了报复一时冲动就走岔了路 是你信誓旦旦保证不让我们担心的 难道现在两手一摊装不知道 就是你回报父母信任你的方式吗 然后呢 让我跟你爸一边悔不当初 一边替你收拾残局 我是想过要回头 话都已经到嘴边了 可是怎么也鼓不惜勇气 跟他坦白啊 你要是真有心就不会让事情 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不行 你明天就去给我向雷擎天辞职 给我搬回家 去拿张白纸来 你现在就给我写辞职信 妈 你快啊 你还愣在那儿干吗 我不能写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啊 你是怎么了小楠 你得趁还没有住下大错之前 赶紧收手啊 我不管你有任何理由 这工作你明天非此不可 要是你开不了口我去 非得让你离开雷擎天 断绝跟杨家一切的关系 这样你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啊 妈 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啊 怎么会来不及 你怎么就这么舍不得啊 你是舍不得山珍海味 豪家名车 还是舍不得身家百亿的富豪 对你柔情似水 你现在就给我写 明天就去辞职 雷擎天向我求婚 我答应了 什么 你 妈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要嫁给雷擎天 二姐 二姐 冤有头债有主 你要想报复也得找对人啊 你干吗把不相干的人也牵扯进来 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想出这口气 我宁肯不在天宇干了 也帮你把这个人叫出来狠狠地揍他一顿 我只是打个比方 还没有你说话的份啊 我知道 可我心里边有话不能不说 杨俊贤是不是真的爱雷擎 我第一个就怀疑 至于你 我敢肯定 你根本就不爱雷擎天 你怎么知道我不爱雷擎天 不会吧 老板转眼 就变老伴了 你说什么呢 让你回家 不是要你跟我们一起用事 是要解决问题 就是 你看他 脸不红心不跳 像谈恋爱的样子吗 何小北 小南 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真想跟人家结婚吗 爸 求婚是雷雷一手安排的 不只是我 林董事长也被蒙在鼓里 不管是谁开的口 你都应该清清楚楚 让人家知道你的心意 而不能莫名两可 让人家误会呀 可我现在 已经当着杨俊贤的面 答应雷雷了 父女俩正高高兴兴地 筹备婚礼 现在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呀 我不是没有懊悔过 可我担心 真的说出真相来 对他们父女俩 伤害会更大 他们雷家对我有情有义 我不能这么残忍 我得替他们设想 雷擎天的颜面 雷擎天的憧憬 还有他们对未来的期望 我不可能不为他们 考虑周全哪 你搬出这套说辞 能减轻你的负罪感 减少你的良心不安吗 二姐 爸爸说得没有错 婚姻是要先立在男女 互信和互爱的基础之上的 现在你和雷擎天 根本就不诚实 你觉着你们的婚姻会幸福吗 还有 我们都知道 你跟她结合 是为了报复杨俊贤 为了杨俊贤这么一个人 搭上你一辈子的幸福 值得吗 不管值不值得 都已成为定局 即使是一条不归路 我也没有办法回头 一切都不可能再改变了 什么不可能改变呢 你根本是被报复这事冲昏了头 不想改变 你把婚姻当儿戏是你的事 你口口声声说 替雷家妇女着想 可在我眼里 你根本是拖着两人 陪你躺这趟浑水 当初啊 真不该答应你一个人住在外头 是 是不该呀 不该让遍体鳞伤的你 独居在外 不该让你一个人 独自承受痛苦 不该不闻不问 让你心里头只想了报复 更不该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呀 爸 我应该坚持让你回来 是我跟你妈妈没照顾好你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呀 爸 你别这样 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到这个地步 我会承担一切的 小楠 回婚吧 告诉黎青天 你是一时冲动 然后找个理由离开雷市 实在不行 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就是我不同意这婚姻 然后你辞职 在真相大白之前 转身走人 就算一辈子婚姻不幸福 你还有家 有你妈妈跟我照顾你 要是你一错再错 伤了人家 你让我们拿什么去还人家呀 听爸爸一句劝吧 好不好 二姐 这话说得一点都没有错 现在只有离开 才能把伤害捡到最低呀 可现在刹车还来得及吗 我承认我答应求婚 一半是为了报复 可另一半 我是真的想阻止 雷雷嫁给杨俊贤 我是为了雷雷好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她太天真了 杨俊贤处心积虑 想利用雷雷稳住天下的财产 稳住杨家的基业 可她浑然不觉 我必须赶在她前头 成为雷家的人 这样才有可能 让她知难而退 雷青天疼女儿疼到了心坎里 如果她知道我是为了雷雷的幸福 或许她能够谅解我 可是二姐 如果万一 不是说万一啊 万一杨俊贤真的可以把雷雷 躺在手掌心里面 可以一辈子去爱她的话 你怎么能肯定她就不会幸福呢 就算 就算你可以把雷雷给拯救了 她爸爸呢 雷青天怎么办 她的幸福从后而来啊 我会用我一辈子的时间 去弥补雷青天的 是可而止吧 小楠 你以为你能瞒多久啊 你非嫁不可 俊贤又非取不行 早晚得碰到一块儿 甚至会同住在一个一不言下 要是一不小心把事情揭穿了 到时候对你们四个人都是伤害 所以我要尽我一切的努力 让杨俊贤退出这场战争 退出雷雷的生活 还他们父女俩原本平静地生活 二姐 你真的疯了 只有这样 才能够保护无辜的雷雷 至于雷青天我说了 我会用我的一生 尽心尽腻地去照顾她 她不会有事的 何小楠 我跟你爸 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 不是让你去报复人哪 我是要你有自己的人生 一个能让你抬头挺胸 昂首阔步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人生 二姐 你是被洗脑了还是怎么着 爸妈跟你说了那么多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啊 爸 妈 请允许我再放肆一次 除了继续走下去 我真的想不出来 可以说服自己的办法 对不起 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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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吹了 让她吹了 这种时候啊 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 李叔 别难受了 老师 老师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你跟我吧 没关系 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昨晚没睡好吗 你走了以后 我回来趟家 告诉我爸妈 咱们俩的事了 因为聊得很晚 所以 其实也没什么 就晚一两中的 别太在意 坐 好 安心 伯父伯母 一定很压抑吧 一点征兆都没有 对他们来说 确实是个意外 又加上我爸 是退休校长 恋爱结婚生死 按部就班才算正常 以他们这种 寻寻见计的思维模式 我这种跳跃式的恋爱 确实是个艺术 所以 他们不赞成 也不是了 他们就是希望 我能好好考虑考虑 也是 对伯父伯母而言 我真的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陌生人 叫伯父伯母 好像把他们给叫老了 其实应该没比我长几岁吧 我爸数数的 刚过完生日 今年六十二 我数羊 要是你爸知道我岁数 又得要扣分了 恩西 你回去 是为了寻求帮助 还是报告习讯 从小到大 求学就业恋爱 都是自己做主 所以呢 经常走错路 碰得满身失伤 就因为这样 妈妈对我特别不放心 陈希 要不我亲自登门拜访 跟他们聊聊 按理 我也应该给他们考核考核 我的人品 我的性格 不用的 董事长 确定吗 真的不用 好吧 那你去忙吧 你鼻子水空了 要喝点什么吗 没关系 我自个儿了 好 喂 请问你是 哦 是 这儿很雅致啊 常来吗 是 心有缘力不足 世间老是跟公事有加大的 是 太忙了 可我今天还耽误你时间 真是不好意思啊 哪个话呢 能够坐在这儿跟您来喝茶 真的是我求成的 早就应该去府上拜会了 真是人事 真是 我相信你也有这份心意 但是小楠 不一定答应这么做啊 我来 咱们中国人喝茶呀 泡起茶来都有很多讲究 这刚开的水呀 泡这个细致的茶啊 那就太强烈太大了 所以呢 要放一放 让它温度降一降 降下来之后 再泡出来的茶 就温润好喝了 哎 现在差不多了 这个啊 就是孔夫子说的 中庸之道啊 这年纪一大呀 越觉得啊 咱们中国的学问 真是博大精深 简简单单的 中庸两个字 就能够贯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几千年呢 它仍然是真理 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啊 喝喝看 谢谢 怎么样 茶香扑鼻啊 茶味温润 嗯 如何为甘 我还以为 雷董啊 纸品红酒不爱中国茶呢 你说的 是上个我从欧洲 带回来的那瓶红酒了 说实在的啊 欧洲实在没有适合的东西好买 自以为是的挑了瓶红酒 你还别见怪 谢谢 送礼啊 看的是心意 你的心意 我收下了 谢谢 伯父 是您来发问 还是我来自我介绍 我 只有一个问题 你 你 为什么要娶下男呢 我也常常 自己在想这个问题啊 您也知道 我有一个女儿啊 嗯 今年二十五吗 言归真传 不瞒你说 我从来没有在乎那念头 即使遇见了小男之后 顶多把她当作是一个 难能可贵的助手 是为了情感啊 大概就是在这日积月累中 慢慢地形成吧 可是 你们认识刚刚三个多月呀 哎 这问题我也感觉得很诧异 才三个多月 我已经习惯身边一个小男了 我已经办公室了 我非得看到她这里 听到她的声音 我再那个安心 除了雷雷之外 这十几年来 没有一个人 能够让我这么牵挂 是啊 截然一身 确实没有什么牵挂 从反面来说呢 也是一种孤己啊 是不是 女儿要出嫁了 所以 小小男绝对不是雷雷的替代品 即使雷雷嫁了之后 仍然是住在家里头 两个人绝对没有直接的联系 嗯 不过说得也奇怪啊 两个人的交情特别好 我话不谈就像姐妹桃一样 对对 我听小男说过 宁爱啊 善良真诚 开朗大方 很容易相处 宁教出来的女儿也是温柔可忍 进退得当 兼具了现代跟传统所有的优点 太夸奖了 小男呢 在老板面前 可能把自己一些缺点隐藏住了 其实她的性格里面 是有很多不足的 好的呢 她比较坚强 但往往失之偏颇 就容易固执 一意孤行 伯父 坦白地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也不会去要求内心 要求小男是一个完人 如果她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婚姻 你也不在乎吗 因为誓言不敢提 因为承诺不甘心 因为承诺不甘心 所以放心着你的承诺 我 只说明天的命远 没有风雨多的过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也许牵了手的手 前生不一定好走 也许有了半的路 今生还要更忙碌 所以牵了手的手 来上海又一起走 所以有了半的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也许有了半的路